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博客 现在我们在成都的东郊记忆 这是我第一次来 感觉有点像是成都的北京的艺术园区 789还是798 还有一个上海的M50 基本上跟那个差不多吧 今天上午我们到成都 我们先去看了一些电子产品BOSS的音响 确实听得那个不错 但是有点贵BOSS的定价 它各方面确实不错 但是价格偏高 4万多对吧 4万多 它是那个氧浄氧化铝的处理 就是表面材质 然后做的那个拉式处理 我觉得很不错的 BOSS做工也做得很不错 音响调笑也很不错 其实这没话说 对的 但是就是买那么一套就是有点贵 你们家里面用的话 它虽然说是环绕的 但是有点贵 4万一一套 还去看了一些叫做什么 摄影的一些书籍专业书籍 因为这些东西在Kindu上面的话不是那么的常见 还有 还去哪里来上午 去吃了一个午饭 上午10点钟我们其实坐了一个直达的车过来 40分钟就到了免倒程度了 这个动车 然后现在这个 这边好像有个展我们去看一下 也是关于有关摄影的 这个位置你觉得偏吗 它当时修起来的修建的时候还是很偏的 然后这些地方你看 比如像这个什么吉他 4S店什么调色这些地方 包括这边的 很多那些民谣酒吧之类的 都或多或少的关了很多家 因为当时这边这边很偏嘛 才开事业的时候 他们也免了三到四年的租金 但是还是坐不走 不会吧 但是我觉得完全OK 我们从过来也就都对 15分钟可能就没到 10分钟的话 应该也就 这边如果有慢摇巴的话 这是很好的 因为慢摇巴 它这个地方 这个是差 不会有声音的污染吧 因为我觉得其实也就10分钟 在上海其实算是非常 在成都算是非常方便 在上海的话一般的话 这种东西一般要一个小时的路程 才能到这种园区 还好 所以说这个就是上海 程度我觉得它比较便利的一个地方 就是到任何地方去 它可能都不会太远 但这边好像没什么人 而且它的设计 我觉得确实是差的很远 就是你看它这个标牌的设计 跟上海跟北京差的太远 就是你看这些字我纯粹就是 你能不能那个 吐槽一下 我觉得就是设计的很差嘛 然后就是那种 喷一下嘛 喷一下 喷一下 设计的差的都不知道怎么喷的 就它这个上面没有 没有任何艺术 也不也 这些人也不知道怎么去学习 你从它设计标牌上面 你就可以看到 它根本就没有学习的意思 就跟那天刷油漆一样 我刚刚那个我这个工心的工作室那个油漆弄过来 我说给我刷成黑色 然后要到这 具体是哪种黑 到这在定嘛 反正就是黑色 他说他非要给我说刷成那种灰色 我说那那个要设计师干嘛 你直接来 广场这些咖啡 你一个人就直接把这个东西弄完就行 不需要设计师了 对吧 这些人怎么想的 这些人就是数字很低嘛 很多后嘛 他也不 他其实也不能怪他数字低 应该是数字低 就是你怎么做 别人怎么做 你就去做就行了嘛 他问题他不会去学习啊 因为他把就是他 他课余的时间都会去做些玩啊 或者是吃啊 对 他没有什么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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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奋斗的意思嘛 对因为像我们其实就会花时间去利用去看 去一些看优秀的一些作品 去学习别人怎么去那个 去翻阅大量的一些资料嘛 但是他们呢他们只是一个工人 其实他就只是工人去劳动力嘛 但是我觉得 虽然也没有 我不是说他贬低他什么 我只觉得就是说 不要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别人 他就是他 我我我我我我让这么做 你非要给我说 给我弄成灰色 我觉得这个有点不难以理解 是的 是的 这边这边还开了一个书店 新华书店 这唯一一个地方 唯一一个书店 还开在这里 我证明这个地方 声音已经好起来了 你看这个时候我基本没什么 好空啊 风框 风框 前面有个 music coffee win tea house 有点无聊 我们去看一下 这边的机器我觉得比较专业 这边是不是咖啡店 可以喝咖啡吗 那我们喝两杯咖啡 你们这个咖啡店还是有点专业哦 我们专门就是做那个 哦 主要是做设备的 对 还有顺便卖一卖咖啡 原材料的那些 拿铁有奶油啊 你不要奶油吗 哪个的嘛 它是磨叉奶油的 磨叉我也不要奶油的 没事 我们把你取了 谢谢 他对那一股命 这应该是一个纸箱座的city吧 城市空间 像是那个平民库一样 他这个就是并黏着 然后用灰色 其实你看他 你仔细把他的那个相片 其实看出来就觉得很一般 每张照片单挑出来 我觉得这个他这个 而且他这个节奏 包括他这个讲话的这个风格 我觉得还是很错的 这个应该是创作者自己平时拍的 这个艺术吗 一般啊 无理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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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应该是打赢出来的 打赢出来的 打赢出来的 黑白色比较 具有欣赏感 到这工作室可以挂一下 对不对 这个也比较酷耶 可以模拟出人的背影 哦 绑在了我身上 这个蛮酷的 这是干嘛呢 就飞在了身上 越来越多 越来越像实体一样 OK现在我们来第二场展会了 这是一个什么展会 这是一个游戏机展会 哦 逛格这么多年 是什么 在万豪影座上面开始 这个搭都太low了 充实的一天终于结束了 然后要回归平静 今天感觉一天大佬 接收了太多的一个信息 所以说 觉得有点累 今天买了一本新书 Kindle OSS 也不叫新款电子书 因为我之前那本电子书 拿回去换电池 但是换电池 他又说 好像是主 主板的问题 可能也 他说 还是耗电量很大 然后 嗯 我就买了一本新的这个 这个是新的 有300ppi的触摸屏 然后 他这个有物理按键 然后是第9代 而且他这个是在水价 IPX8的一个水下2米 防水 然后来试一下 这个因为 现在不是出了一款新的 那个Kindle 吗 大概在11月11号上市 叫做Kindle Paper4 第4代 那个是性价比 其实是很高的 哦 他这个应该有一个直接试的 不用去拆它 OK 这个试下来 OK OK 来 哇 太薄了这个 哇哇哇 太薄了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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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后面这个是银色的还是灰色的 然后 开机间在哪 哦在这儿 它是可以这样拿 也 它带重力感应的也可以这样拿 它这里主要是有两个物理按键 然后 它以前的那种没有物理按键 可能确实是不太方便吧 看见没有 右手拿它就这个换换这个了 就换成可以内置的 然后直接下一步 OK 正在启动 然后我一般晚上的时候习惯在床上睡 看一下书 或者是背下单词 看一会儿书吧 然后 一般我去那个书店的话 一般看到好的一些书 就是感兴趣的话 我都会拍张照 就是把书名记下来 我可能会在Kindle上面 商店的你们去找一下 因为Kindle的电子书的话 它会比实体书 一本实体书可能要 七八十一百块 但是电子书一般也就几块 就是如果上面有的话 因为很多 但是专业书籍 就比如说专业书籍 因为我们看到一些摄影的一些东西 大部分这上面有PDF版 就是比较出名的话 可能就上面有PDF版 一般的话专业书籍 比如说涉及到医学啊 金融啊 这些上面没有 所以说专业书籍还是得 当然专业书籍 你也必须去买实体书 因为方便你标注在翻越码 这个书呢 就适合平时看一看你的 什么哲学啊 时尚啊 人生啊之类的 哦 感觉没有 7寸超大显示屏 轻薄机身 电池续航长达数周 然后这个屏幕非常舒服 这个 哇 它是一整块 这个摸着 一整块的是这个 新手入门 OK 今天的视频我就在这里 明天我们再见